七哥要不把三伟健和太平联盟这个事情搞明白 那就不叫郭文贵 我连共产党都要灭 我连你三伟健事搞不清楚 你觉得那叫郭文贵吗 你要看到七哥过去七年来所向披靡 共产党上万次的警察 把龙头在奥运会前变成了龟头 你想想TPG还有PAG 三伟健这种流氓行动 三伟健是王岐山的麻崽 康典那哥们到今天在西方的渗透 他对我们越攻击他造的假文件越多 他未来他倒霉越大 你们忘了吧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比他牛叉的人是谁呀 Hagen-Bassen 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司法部腐败的案子 仅仅一个律师就七千多万美元 到了所谓的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去勾罪 背后是谁 斯蒂夫问 斯蒂夫问不比你屁大多了 艾利波伊迪 要拿30亿美元高我 尊丽君 孟建柱 王岐山 康典 马云 耀士兰老公 还有是华尔街 什么布拉克斯东 你去想想全人类 多扭啊 PAT要算个鸟毛啊 他算个 当时把七个要没撂倒 你去想想当时给欧洲的人打电话 给中东的某国家打电话 只要你把郭文贵我弄回来 一切交易可谈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到今天你在看共产党在美国是在全世界干什么 他完全不尊重游戏规则 而且在尝试改变一切国际上已存在的法律和游戏规则 当年到美国来驻美国大使能给美国司法部的官员勾兑 要把中国一个人要遣返 把美国这个国家总统周围人全部拿下 你想想要遣返一个麦克斯国 他是改变了法律的规则 然后你看他在欧洲 在中东 在非洲 你知道他们在非洲花那么多钱 我可以告诉你 共产党花这几千亿美元 我让他变成零还是负零 大家注意到最近非洲的这些国家 在共产党之后他发生什么了吗 一系列的政变 凡是共产党支持的国家都在政变 就所有支持的人都会打水漂 政变完你亲共的全给你干掉 然后最后全都是反共